像于人类的免疫系统上面 基本上每天都在学校 就读台南成功大学 维生物免疫学研究所 25岁的王威淳 除了打工赚生活费 多半时间他几乎都待在学校 爸爸就是那时候的 癌症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就考到一个比较 比较靠近南部 然后又不错的大学 我考虽然在学校 有很多地方 七七公 七七平安 王威淳是家中独子 父亲患有口腔癌 父母离异 他跟爸爸相依为命 医药费曾经让他 好几次想休学 索性慈激志工出现了 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 秀芳师姑 爸爸那时候疫血严重 然后秀芳师姑有带很多 师姑师伯去探望爸爸 他就把我带进去慈激的大家庭 王威淳是家人 不可以这样出院平均 不可以厉害 不可以厉害 还没有不好的习惯 王威淳勤奔向学 让父亲好骄傲 对他来说除了报答亲恩 更想回馈社会 长大之后才会知道说 爸爸带你去 不是因为担心你一个人在家 所以他只能帮你带在身边 所以他们真的是蛮辛苦 然后培养到我现在 我期许我未来可以对 分会做出一些贡献 连续三年获得慈激辛亚奖学金 未来王威淳要用自己手学 运用在医界 让更多人免受疾病所苦 大家新闻知识美职工 戴敦仁评通报道 最近